這次非常高興我們邀請明廖老師 因為這個記者會其實是一個蠻簡單的問題 也是地方蠻勸勸想 離脹去選 歡迎各位有空帶朋友來這裡 就是要時間 然後一層一層把它繞上去 它沒辦法數成 它沒辦法幫它揮好很短的時間去把它完成 所以每一間作品都是用我的器材去判的 我希望大家來欣賞我的作品的時候 你可以遞留久一點 可以用一點心來欣賞一下我的作品 北港的歷史展現 好 非常欣賞 展現 這個要歸功於我們的響論他們 這是一個工作團隊 致力我們北港的地方 歷史 文化 所以都在這邊很感謝我們響論 長期以來的投入 當然 設立這個公益環以來 很多北港在地的意思 甚至我們的韻臨歷史 都會讓我們去展示的空間 麻雀喧囂 無障其中的喜愛來到我們公益環 南美廖老師 真的剛剛跟他在講 從開始我也畫畫之後 再來投入他的一方的心血底 要慢慢的烙印在他們畫上面 所以想要畫為一萬很大的公物 七燒烙畫 它就是透過溫度 然後利用一支烙畫專用的電烙筆 然後在上面做畫 那它當然也可以就是運用在皮革 或者什麼其他的材質上 那這是因為我個人也在喜歡木頭 所以我的創作裡面 都選擇有木頭的創作 這樣子 那很感謝蔡館長的邀請 但今天講的這一YA 會讓我画的鞭湯長 因為是在夏天的季節 滿好的 所以我這個月在整隊的時候 我去找找找找 那我就是做一個當季的夏季 那我這一幅畫其實是我幾年前 在雲科大大學一開會的時候 在雲科大在雲科大畫場面 然後有一點有感 我把全部都可以找到 那我覺得 因為落花之後 會去觀察 生活中的一些美的思路 過去我們可能都匆匆忙忙的 趕著上課 上班 然後開會 那我覺得 我落花之後 把我對美的 美的視野 就打開了 那我懂得不信心 就是我拍了一個下午餐的作品 那我希望 就是說我用落花來呈現 那重複給他 再一些溫暖的感覺 對 我這一次的各長的一個主題 所以我這邊有一系列的 文化呈現 那我的落花都很生活 很容易在生活 所以你看我的作品裡面有 當潭 時鐘 韓國網 很生活化的東西 我今年的創作 叫愛的女 那現在他看到我的作品 所以很幸運 從今年的到 也應該是把今天的 一般落花協會的一個 展立場這樣子 北港公益廠非常高興 邀請到北港公益廠 藥廠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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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在北港公益廠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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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 在北港公益廠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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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 我會看到